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返回美国 就这一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美国非常重视 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豪华的团队 包括财政部长 商务部长 美国贸易代表 以及美国白宫有关贸易方面的顾问 以及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 这样一些豪华的团队 而且他们去北京的时候 几乎是带着一个最后的 应该说最后通牒的这种决心去 没有打算跟中共长时间的 在谈判桌上消磨时间 因为他们也知道 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采取了这种阳奉阴违的 软磨硬炮的办法 就是说先答应 说什么我都承诺 但是到时候我什么都不做 做不做在于我 所以这种做法 显然川普政府已经下了决心了 就说他一定要给点真正的颜色 看一看 所以谈不成就回来 就打道回府 本来按说 事前也准备了一些 比如说豪华的宴席 比如说建一下习近平 或者是王岐山 结果这些都没有达成 说明双方是不欢而散 没有达成预想的谈判结果 但是这一点 恰恰是川普政府做出的 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通牒准备 就是给你提出一个条件 开出一个清单 如果你全部拒绝的话 那么我们下一次 那就是争刀争枪了 就是贸易战就真正打响 所以我想这也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原来就想过 我说中共没有那么痛快的妥协 一定是要建了争刀争枪 流了点血付出了一些代价 才会真正的痛改前非 打算是做一些改变的事情 但现在来看 这个改变还不是那么快就要到来 那么我想下一步就要看美国出什么样的牌了 这个牌如果出的不够具有威慑力 不够具有这种打击性 那么可能中共就不会害怕 反而会很得意 你看不过如此 那今后这个贸易战的拉锯就会越来越频繁 而且这个期限时间的跨度就会越来越长 夏教授在北大建校120周年的时候 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表了一个字词 在字词中 他把洪乎之字 把他读成了洪浩之字 把生生学者读成了津津学者 您作为一个北大人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林建华呢 这个水平是非常差 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差 但是呢 他的官运似乎还不错 一直当了不错的 就是当了好几个大学的校长 对吧 这个在北大 他那个官运一直很好 我对他个人有直接的认知呢 是有一次 我现在记不清具体的年份了 到底是2010年还是09年 在烟台大学召开了一次校庆 那次校庆呢 是烟台大学呢 非常隆重的要考一次校庆 是邀请了北大的清华的校领导 还有这个一些 他们认为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教授 人数其实并不多 我们去了总共大概三四十人吧 就是北大清华加在一起三四十人 那么在那个场合下 会场很大 几千人 这个大会场 山东省的各方面的负责人 很多的媒体 都去了 去了很多 那么在那个会上呢 这个胡和平 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 还有林建华都致辞讲话 也是分了几次 他们俩不是只讲了一次话 一开始是官样文章造稿子念 到后来的会议 后来不是这个会议 我们一共开了大概两三天的会议 那么两三天的会议里边 后来当那些省领导媒体都离开了以后 就是说这些领导开始 记起发言 就是说没有讲稿的记起发言 这是最能看出人的真实水平 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胡和平和这个林建华都是不学无术的混混呢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记起讲话中看出他们这两个人无论从思想水平 知识视野还是对这个各方面问题的看法 那水平低到让我们无法忍受的程度 不仅是我个人 我看看周围的一些同事们 大家都脸上流露出非常失望或者是厌恶的表情 有的人在看其他的东西 有的人找个借口就离开了会场 半天找不到人 所以这样的就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国大学里边 即使在顶尖的大学里边 领导人他的这个选拔是一个略比驱逐良弊的过程 大家想一想北大历史上的这些校长们都是一些何等的人物 当年开创风气之先的马向博先生 严富先生 这个蔡元培先生 蒋梦林先生 胡适之先生 还有这个傅思年先生 但是北大的校长 历任的这些校长们 他们为北大的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付诸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一直到1957年的时候 北大那个时候的校长马英出先生 依然还可以因为人口方面的一些理论见解 跟毛泽东进行坚定的论战 而且他还说 年龄虽然已经80 而且寡不敌众 但是他坚定的要战斗下去 他不会是像那种以权势压人 不能以礼服人的人去让步和屈服 所以这一点不管怎么样 马英出虽然有些过去亲共的举动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说了不好的话 但至少在这件事上还能够体现北大人的风骨 以至于他后来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 实际上是被取消了 被撤消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北大历史上的校长 还是有一些具有风骨 具有学识和超人眼光的 但是到后来北大的校长是越来越令人耻笑 打倒四人帮之后 有的时候北大派来的一些领导人 是带有一些左派思维的 但是很快后来又得到了替换 然后到了8964的时候 给北大派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校长 因为在8964期间 那时候的校长还是丁十孙 丁十孙是北大1949年之后 第一个经过民意测试 从教师中选拔出来的校长 他是一位数学家 而且非常具有这种公信力 非常具有良知 在8964的时候是善意的保护学生 劝学生不要上街 甚至在军队和警察要进校园抓人的时候 这个校长都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护自己的学生 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校长 那后来为了替换他 从人民大学把排名很靠后的 大概是排名第七位的一位副校长 吴肃清 他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把他调到北大来当校长 那么这样的话 左的这个影响就在北大占了上风 但是好在吴肃清这个人虽然是左派 但是在左派中还不是那种非常糟糕的 没有良知和底线的人 他还算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在他任期里边 他积极鼓励和支持林毅福 在北大建立了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当时出借了地学楼的两间办公室 给他配备了两个行政人员 但是没有给钱 就是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些便利 然后林毅福从福特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 获得了一些资助 然后跟一些留学生 包括易刚 张维迎 海文这些人 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那么这还算是他做的一点好事 所以吴肃清 虽然在他的思想意识方面 在理论方面 他还是偏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但是在当校长期间 没有干太多的恶事 这个可能有的人 不会满意我这种说法 但是在后来的这些北大校长里边 吴肃清已经算是相对好一点的了 后来那个任延伸不是校长 是党委书记 任延伸在北大胡作非为 干了很多恶心的事情 这我就今天没时间细说了 然后后面的北大的校长 这个稍微 要不就是太过于知识分子气 苏生气 没有多大的作为 包括许志宏 许志宏是江泽民所青睐的 其实他除了拍马屁 拍江泽民的马屁以外 没有多大的作为 他总是感恩戴德 对江家是非常的顺从 他没有在北大做出太多的事 而且大家说他就是一种倒降虎 上海人说倒降虎就是没有原则性 尽量的躲事能躲就躲 但是他的好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见了人非常的和善 一般人要跟他说话 他还是愿意能够听你的 至少没有摆出校长那个臭架子 所以这点上来讲 徐志宏又是一个 在后来这十几年里边 二十年里边相对来说 又是一个比较清明的一个校长 在后来大家知道的那些校长 越来越一个不如一个 比如说周其凤 大家都看到北大有一次校庆 有一个非常惨媚的照片 北大校长像一个侏儒一样 摆出一副媚态 那种笑容给人一看就不像是 北大校长应该有的风范 跟民国时代 胡适先生跟蒋介石并排的坐在椅子上 那种神态完全是平起平坐 甚至有在精神气质上压倒对方一头的气魄 所以完全不是同日而语的事情 再后来大家都知道 周其凤之后就是林建华了吧 还有一个王恩歌 王恩歌校长他也是一个搞物理的 后来他也是权贵交易 权色交易 也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郭文贵爆料爆了很多 到底有哪些事实部分我们不清楚 但至少我们看到 在同一架私人飞机上 郭文贵还有北大的一个比较漂亮的 搞公关的人女子 再加上王恩歌三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 而且很多女子跟王恩歌私人的这种合影 可以看出王恩歌肯定是做了一些 不是在光满堂皇的场合下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北大的这些校长 包括现在的现任的林建华校长 是一些不如一些 当时周其凤有一个笑话 就是他创作了一个化学之歌 化学是你 化学是我 化学是他 整个把化学 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可以化学化到一块去 非常的没有知识和水平 所以这些人还喜欢留下一些印记 比如说在北大 你要是到北大那个新校园 尤其是在马路边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 那个石头上面刻着北大的一些字 这个字谁写的呢 就是周其凤写的 一开始呢是许志红的字 后来变成了周其凤的字 现在周其凤的字在不在那了 还不一定 说不定又被铲掉 换成别人的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搞笑 那么北大这个校庆出现了这样的闹剧 不是说偶然的偶发事件 而是一种必然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仅北大校长出过这样的事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以及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都犯过常识和读音方面的 文字方面的错误 本来错误的话 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他们还认为 这是一些小事不足为道 但是恰恰反映了中共领导下 中共控制下 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思想的自由 没有言论的自由 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中国还谈什么创新 谈什么进步 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 和未来可言 您一定要进步 好的 您需要进步 对 您需要进步 对 好 对